有意义的 可是我们要先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资料清理 画面就使用一下 请问一下你拿到这么多的数字 你知道这个数字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现在看一年 请问你看得出来这个数字是对的还是错的吗 看不出来对不对 假设你又没有人口数 假设你只有这个死亡的人口数 那请问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可是我要告诉你 大数据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假设你拿到非常多年的资料 我就可以来去看我拿的数据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例如我现在呢 我现在把这张图来去看 现在是看2020年 2020年的死亡 可是如果我今天来看整个20年 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三选 全选 确定 然后把这个年翻到蓝 好我们来看一下 请问这样子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20年所有的大安区的资料 有看到吗 首先一看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数字一定有问题 这个是这个是大同2005年的死亡人口数1482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看就知道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 对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 对就是他变成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像奥莱尔 可以可以理解吗 这是这是这是非常容易理解 我们来去看2005年大同区是这里 大同是倒数第二个这个数字 1482 那你必须要看的是所有的大同区 你看大概都维持 因为请问一下今年的死亡人口数跟去年的死亡人口数 跟明年的死亡人口数应该是呈现类似的数字 对不对 不太可能一下变动很大 对吧 除非是那个突然有那个战争疾病 就是我们无法去抵挡的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去看各个各个的单位 各个的单位 事项数字是不是都差不多 唯独只有大同区这一年 2005年这边出现问题 对吧 这我觉得连检订都不用检订 所以你会怀疑什么 你是不是就会去求证 写信问 说为什么2005年大同区这边死亡人口数有突然暴增 而且增加了快一倍 对不对 这个就是必须要去了解清楚的 所以你看 大数据分析是不是有这个资料清理的优势 听得懂吗 就是我其中有一篇论我就要写这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当你今天 当你今天有很多像那个疾病 疾病 例如说好了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去把每一个人的 例如说高血压都收集起来 那有人高血压 他显示就是显示300 那这个300收缩压到底对还是不对 他就是 他就是脑中风患者 他可能就是有这么高的血压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那个在医学上面机器量出来的那个数字 在经由专业的医生跟护士把关 那那个数字出错的几率应该是很低的 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你要是说什么 1890多 那我当然就相信那绝对是错的 可以吗 好那所以相对在这边 这个1482这是需要去看 还有请你仔细看 这个地方就只看大安区 大安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趋势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年 2101年 死亡人数暴增 只有这一年 就理论上他应该到差不多 1950左右 可是他增加到2101 可以吗 好我只是 我只是说稍微清闻 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这都是用大数据来去看这个数字 到底去说明我们拿到的资料 干净不干净 好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所以请你们做这一张图 这张图